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 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rvil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2月6号 星期天 农历正月初四 我是何珊 今天节目开始了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本地的新闻消息 600多名支持民主的人士 周六在多伦多市中心实危游行 高呼口号要穆巴拉克下台 让埃及得现自由 他们表示 埃及执政党领导层辞职 只会令他们更想见到 统治埃及近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示威人士表示 虽然穆巴拉克的儿子加玛尔 是宣布辞职的埃及执政党领导层成员 不过总统穆巴拉克本人仍然在位 在多伦多参与示威的人士 大多以埃及国旗裹身 对每位上台演讲的人都抱以热烈掌声 期间也为在埃及示威行动中的遇害者默哀 游行队伍由一组告去写着 要民主 不要穆巴拉克的字母牌的人率领 由省议会起步 沿着学院街 步向央街 在京韦斯里街返回省议会 这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表示 希望穆巴拉克下台 新政府能全力肃清贪污舞弊 并体现自由民主的选举 他还希望加拿大政府 能够支持在埃及的示威民众 让他们的人权获得尊重 能够重获 因为在穆巴拉克管制下 失去了近30年的自由 联邦新民主党党魁林顿 昨天也有出席集会 他表示 加拿大可以在事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加州加国一开始就清楚表明 愿意协助监督埃及的选举 情况将有很大改善 网TV张会子报道 安省尼亚加拉警方 在一处宁静社区的民居内 发现一间大麻屋 捡获过百株市值超过10万元的大麻树 一名女子被控 尼亚加拉警方带着搜查令 前往区内West Lincoln一间民居 突起检查 结果在室内的地下室 发现一个经过改造 分为三间独立房间的非法制毒工厂 其中两间房间用作种植大麻树 另外一间房间则用作包装之用 警方在屋内捡获102株大麻树 729克干大麻 和价值约为3500元的制毒器材 27岁的West Lincoln女子 Krista Ann Dorsen已被检控 藏有大麻 更贩卖用的罪名 Wall TV 张慧斯报道 针对今天在美国德州 举行的北美体坛盛事 Super Bowl 约克区警方将会连同 大多区内多支警力 加强区内的反酒后驾驶活动 严打酒后驾驶的步伐活动 警方将以绝不容忍的政策 对付违规的司机 约克区警方已经连同多市警队 省警和皮尔区警队等 全面推行反酒后驾驶活动 并呼吁任何市民 如果目睹有人最后驾驶 应马上报警 警方建议市民 如要在新厂Super Bowl的电视转播时 已久住信之后 便不应该再驾驶 应事先安排好指定的司机代劳 也可以考虑乘坐计程车 我们再来看家国方面的消息 加拿大女子在哥斯达利加被杀一案 当地的警方表示 已经锁定了疑犯 并很快会做出逮捕 53岁的布莱克维尔来自白马市 她在哥斯达利加定居多年 并在那里经营有机巧克力生意 她的工厂位于吉梅内兹港郊外 一座国家公园旁的农场上 布莱克维尔的朋友说 她常常要面对偷猎者 穿过农场在国家公园 非法捕猎 布莱克维尔的尸体 在她的住宅附近被发现 她被人殴打 并枪击致死 当局怀疑是那些偷猎者所为 当地警方已把布莱克维尔之死 当作凶杀案处理 加拿大领事官员也在协助倒查 布莱克维尔的悼念仪式 在今天举行 网TV张会子报道 2010年是加拿大吸纳移民大丰收的一年 移民部部长康尼透露 去年移民部实际吸纳28.2万名移民 较前一年的25.21万增加了11.8% 是70年来吸纳移民最多的一年 移民部去年吸纳移民目标 设定在24万至26.5万人之间 最后吸纳移民的人数为28.2万人 则等于超过最高目标1.7万人 过去10年 移民部每年实际吸纳移民人数 总在22万至26万人之间上落 2010年更是破了70年的记录 康尼认为 去年吸纳移民人数超越目标甚多 可能原因是加拿大各类移民计划 与其他移民国家相比仍然抢手 康尼并以去年才刚调高投资金额 及资产要求 这旧计划一倍的投资移民计划为例 当初即使由于太多投资移民申请涌入 超出移民部人力负荷 希望透过调高投资金额 来达到倚架质量的效果 也就是削减申请数量 但计划在去年12月初重开后 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申请仍大量涌入 虽还无最新申请数字 但移民部已观察到 申请量并没有减少 尤其是中国申请人对80万元新计划 仍有极高兴趣 康尼说 既然调高投资金额 并没有能发挥使申请量减少的效果 他必须赶快想出其他方法 来处理大量申请 且又不影响服务水平 也就是不因申请案太多 而导致长时间沦厚问题 WTV赵惠子报道 加国新闻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国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埃及副总统苏莱曼6号 与反对派代表举行对话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 研究宪法和立法改革等事项 根据对话结束后发表的声明 该委员会应最迟在3月初成立 成员包括司法界和政界人士 声明表示 反对派同意穆巴拉克总统 今年9月后不再寻求连任 并保证和平过渡 以及自由公正的选举 声明还说 双方同意还将成立另一个委员会 负责处理解除对媒体限制 以及使国家安全局势 结束紧急状态等问题 声明同时表示 尊重司法机构 对去年议会选举结果的裁决 埃及人民议会6日说 将无限期终止会议 等待上诉法院 对议会选举结果的裁决 投票结果被判无效的议员 其资格将被取消 所在的选区将重新选举 与会各团体 一致表示反对外国势力 对埃及内政的干涉 参加6日对话的反对派团体代表 包括穆斯林兄弟会 新华夫托党 团结党 青年团体代表和独立人士等 网TV张会兹报道 斯里兰卡官员6号说 该国东部和中北部地区 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超过100万的民众受灾 斯里兰卡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负责人说 政府已设立641处营地 用于安置20多万名无家可归的灾民 另外约有一万栋房屋 在洪水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大量农田 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 遭到破坏 斯里兰卡空军投入8架直升机 向灾区投放1.7万多公斤救灾物资 海军也已派出40个救援小组 前往灾区 斯里兰卡气象部门官员说 未来几天 该国大部分地区 尤其是东部地区 人将有降雨 网TV张会兹报道 澳大利亚东南部水灾灾情 至今仍未缓和 6000名民众无家可归 而西南部多处山林大火 烧毁数千公顷的林木 其中最严重的博斯市市郊 由于风势强劲 火势失控并迅速蔓延 威胁附近民居 当局出动百多名消防员 封锁道路 通宵灌救 又发出紧急警示 疏散居民 呼吁民众不要冒险保卫家园 要立即撤离 博斯市出现多处火头 据统计 大火一共已烧毁5000多公顷林木 至于澳大利亚的东南部维多利亚省 水灾灾情恶化 受到风暴雅思雨带影响 河道水位上涨 引发新一轮灾情 当局在近一星期 收散沿岸6000名居民 西北部城镇米尔迪拉 连场大雨令多种基建 包括发电厂被水淹禁 首府墨尔本连日大雨 也令多人被水围困 过半列车受影响要停驶 总理吉拉德就表示 暴风及洪水会加剧灾情 警告民众做好准备 网TV张惠子报道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系统 去年曾经多次遭到黑客的入侵 当局强调 交易所的交易平台并没有造成破坏 目前美国情报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交易所发表声明 证实在日常系统安全检查中 在其中一个名为director's desk 网上资料传送平台 发现多个可疑的档案 在去年多次被不明骇客入侵 当局已经计时删除可疑的档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 介入调查 调查人员指 骇客至今只是四周围浏览 没有证据显示有资料被人偷走 声明又指 纳斯达克网上交易平台 跟被骇客攻击的平台分开运作 并未受到破坏 这次受袭的系统 是帮助约300间上市公司董事局成员 互相传送资料 当中可能互传公司的机密文件 骇客或者从中得到内幕消息 消息最初在华尔街日报曝光 其后得到当局证实 报道指 骇客可能是想偷取公司机密 以在市场获利 甚至可能透过攻击系统 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有消息指 骇客可能来自俄罗斯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以纽约为基地 是美国最大的电子证券交易平台 有超过2800间公司挂牌上市 网TV张惠子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我们稍后再见 阿姐料米 爱心就是这么简单 恭喜发财 我是Ken Fox VMAX 517 我是Taxe亮 在新的一年里面 恭喜大家身体健康 财源滚滚 步步高清 万事胜意 多谢大家 Natural Creations Salon 亲切态度高品质服务 Northyoke酒店 647-349-8880 中邮分店 905-882-6363 他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他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 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他在全球60多个国家 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ise 通计车系中最神优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生蠔王坐着想着什么呢 就等我们跟着生蠔王Chris 还有Steven和列Kiki 他来过大手札 找找哪里有最好吃的海鲜 Diana's Seafood 鲜味逼人来 星期三晚上8点半 星期日晚上10点重播 舒服了 欢迎回到2月6号的 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我们来关注 香港导游与内地游客户殴事件 警方将香港导游和内地领队 以及两名游客拘捕 目前全部获准保释 星期一将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至于涉及的旅行团 则按原定的行程前往澳门 涉及事件的两名内地团员 没有随团离开香港 同时指事件是一场误会 因为语言和导游 我们没有及时沟通 是一场误会 这件事情已经消除误会 我对导游的盗窃和公司的服务 很满意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 内地传媒广泛报道事件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更指 香港刚刚实行一团一导游的新措施 不到一个星期 又发生不愉快事件 令香港购物天堂形象蒙羞 难道只有在导游指定的商店购物 才算对香港做出了贡献吗 这种思维逻辑是不是应该改一改 而大陆游客也应该理智一点 遇到这样的事情 投诉或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才是最好的选择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查明这一事件 中国国家旅游局表示关注 主动联络香港旅游业议会 旅游业议会表示 会要求涉案的旅行社及导游成交报告 而涉及事件的内地旅游团 大部分的团员继续行程 早上从酒店出发前往澳门 警方发言人表示 涉案导游及游客 应在公众地方打架罪名 将在7号由九龙城裁判法院提训 一艘悬挂中国国旗 在香港注册的货轮 于5号凌晨在野门西部 河台达省附近的鸿海海域 遭索马里海盗的追捷 货轮成功的脱身 目前正随中国护航编队航行 被海盗追捷并一度传出被劫持的 是一艘属于香港船公司的 天后号货轮 中国国家海上搜救中心确认 这艘船曾经在鸿海海域 被疑似海盗小船尾随 但并未被劫持 野门内政部当日发表声明称 货轮在始至野门河台达省一个小岛 约11海里时被海岛劫持 失望索马里海岸 伊朗海军也表示 在接到求救讯号后 派出军舰营救 成功击退海盗 中国国家海上搜救中心随后成兴 海盗并没有登上货轮劫持 货轮正跟随中国护航编队航行 船上所有船员安全 中国内地新春长假期 已经过了一半 回乡过新年的内地民工 纷纷返回城市工作 有关部门预计 年初六会出现 首个春运回城的客流高峰 刚回乡欢度新春 不少的民工又要赶回城市 准备投入新一年的工作 在安徽 由年初三开始 大批的民工趁回城高峰排没有到 提早到车站乘车 避过人流之余 也希望早点上班 多赚些钱 不少的安徽民众选择搭乘火车 导致前往北京和广州等 主要城市的火车票供应紧张 武汉铁路的客流量也明显增加 年初三 由武昌站乘火车的民众达4万3千人 火车站全面实行实名制的购票及验票措施 车票上印有乘客姓名及证件号码 入闸上车前 要让职员核对车票及身份证明文件 才能上车 杜绝黄牛票 至于在武广高铁的广州南站 年初四已经挤满了由家乡回来的民工 铁路公司增加了20部接驳巴士 方便民众转车到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疏导人潮 中国铁道部预计 初六至初十会出现春运回程的客流高峰 每天起码有600万人乘坐火车 农历新年内地7天长假 不少的内地旅客趁这个黄金周到香港消费 香港入境处的数字显示 昨天大年初三入境的内地旅客 达到了11万4千多人次 破了去年年初三的记录 保守估计短短四天 已经为香港带入了近22亿港元的收入 内地通胀持续 加上深圳的1000多型的政策带动下 这个农历新年到香港的内地旅客人数再破记录 消费购物成为内地游客主要的节目之一 以往年初三是春节假期中 内地旅客到香港的高峰期 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 兔年大年初三 共有11万4千多人次的内地游客入境 破了去年的记录 而在2月2号年三十二晚 到年初三的四天之间 就总共有32万3千多人次内地旅客到港 香港理发局统计 去年每名到港的旅客 平均消费6700港元 以这个数字推算 但是年三十二晚至年初三 内地旅客在香港的消费金额 就达到22亿元 另外呢 今年春节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旅行团几乎团团爆满 在台湾各大景点都可以见到大陆游客的身影 大陆游客春节游台湾的热情付简 台北故宫是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必到的景点 以往台北故宫每天的总参观数是5000人次 其中大陆游客只占三分之一多 而今年春节期间台北故宫到处是大陆游客 不但是台北故宫 台湾各旅游景点都随处可见大陆游客的身影 台湾春节的浓浓年味 更令大陆游客倍感亲切 春节期间 机票 酒店 旅馆价格统统上涨 赴台游价格 人均涨幅在1000元到1800元人民币不等 台湾的很多旅行社一度担心 这会影响大陆游客赴台的热情 但春节游台湾旅客团却团团爆满 让台湾的旅游业者在兔年一时就尝到了甜头 据台湾观光部门统计 去年春节期间就有4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 日期主要集中在春节假期的中段 而今年在年前入台旅游的名额就已经定满 预计总人数会超过去年的4万人次 香港永安旅游的一个旅行团 年初三在山东遇上车祸 导致30人受伤 目前仍有8名团友留一 其中2人情况严重 旅行社已经安排了9名受轻伤的团友 最快傍晚返港 永安旅游9名受轻伤团员 以及1名领队已经出院 下午已安排陈杭基返港 而另外5名团员会由医生陪同下 稍后飞往深圳 繁体香港 8名受伤的团友早上由焦州市人民医院 转往青岛市市立医院治理 他们情况稳定要留院观察 其中2名伤势严重的团友 包括一名47岁姓邓女士及51岁姓温女士 由于有骨折及脑出血 需要进一步留医及治疗 他们其中3名家属已经到达当地探望 而其余8名受轻伤团员 旅行社会尽快安排返港 而香港驻新办人员已抵达青岛 协助处理善后工作 这个30人的旅行团 初三出发到山东 在下午约20时到达山东的青岛机场 团友登上旅游巴士前往目的地围方 旅游巴士在高速公路怀疑失控 撞向公路旁的花丛 网TV张惠子报道 已经连续举办12年的平息天灯节 初四晚上在台湾平息第13度展开 当天活动时间从晚上6点到9点 吸引大量人潮 万展天灯冉冉升空 将平息的夜空装点的分外动人 平息天灯节是台湾三大元宵活动之一 也被评为全球第二大节庆佳年华会 天灯节从今天开幕 将会持续到元宵节之后 天灯相传是由诸葛亮发明 因此又称孔明灯 台湾新北市平西乡位于偏远山区 早期在此恳拓的监民因交通不便 为了彼此联络 便以放天灯的方式互报平安 平息放天灯演变至今 已成为人们在农历年 祈求平安报复愿望的一种活动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5号上午前往台北监狱探望陈水扁 他说陈水扁的血管有阻塞的现象 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危险群 一时指示要注意血压和血脂 5号上午陈志忠与支持者 前往台北监狱探视陈水扁 陈志忠在会客后表示 陈志忠对于许多长辈与亲友 在春节前后前往探视表达感谢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陈志忠说陈水扁日前介乎外衣的检查报告出炉 其中血管有阻塞现象 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危险群 医师指示要注意血压血脂 目前正利用药物控制病况 这个春节是陈水扁在台北监狱 度过的第一个农历年 大年初一时 有停扁民众到监狱外向阿扁拜年 并期待明年民进党重新执政 阿扁能重获自由 陈水扁在北间除了用餐放风外 大多窝在舍房看资料做笔记 偶尔与新来的室友交谈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恭喜发财 我是Home Life 金利莱地产公司的Henry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好地为您服务 并且在这里祝各位观众 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财源滚滚 步步高升 到处都找不到最新的欧洲名牌时装 来D3 Fashion时装专门店 就可以找不到 并且以最合理的价钱 买到多款最新最齐尺寸的 欧洲名牌时装 还有时尚潮流色物任工选择 再加上地点方便 位于城市广场B23号铺 中央大唐质 快点来选择你的心水时装 恭喜发财 我是来自酒上回转寿司的Lio 新年的终身又再次敲响 在这持久迎迎之际 我代表酒上回转寿司的全体员工 祝大家财源滚滚 万事如意 突然真快乐 漫长的冬天 有什么好节目 不如我们一起去滑雪吧 各位观众 我来了 历史现在时刻到了 哇 不是来那么顺 由1月31日起 逢星期一二四五 每日Life at Five 活在五点 将会送上Mountain Louis Moon 东特约之 冬日滑雪乐无穷 记得留意收看 在兔年 祝大家招财敬宝 身体健康 恭喜恭喜 恭喜 公祝电视机前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兔年里 身体健康 王纪丽全体公正 祝大家福星高正 兔年行大力 恭喜恭喜 欢迎回来 今天是2011年2月6号 农历正月初四 您正在收看的是 国语中国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又到了 我们今天的趣闻时段了 正值春节假期 中国大陆的民众 除了探亲 访友 也都想趁着好天气 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上海东方明珠塔内的 五地电影 云霄飞车 非常兴趣有趣 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那里的人们 是怎么过年的 五地电影就是在 四地动感电影的 背景和效果上 让观众从听觉 视觉 嗅觉 触觉 和动感五个方面 来达到 顺临其境的效果 上海东方明珠塔 首度引进了 五地360度 立体动画影院 游客们戴上特殊眼镜 便进入到了 海洋世界的 奇妙影图当中 摸得到感觉 清明那个海底的感觉 摸得到影 蛮惊奇的 什么惊奇的感觉 就是 从来没有被视频 吃到公司里 保护睡几天 我也上这条鱼 95米塔层的云霄飞车 设计了惊险的 太空情景 在落差达10米的 飞车当中 翻池电车之间 游客们前倾后仰 尖叫淋淋 气温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 是零下22摄氏度左右 多云 同时伴有15公里 每小时的西北风 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 是零下6摄氏度左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 好了 各位观众 今天的国语周末 晚间新闻节目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您随时发送的email 在newsatwarwant.tv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我们是仁川馆 如意不说戏 全新的email 欧洲记者评为 2010年最佳汽车 也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它还是世界巡徽锦标赛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和巴西各站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囊 加拿大最佳保佣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有多新鲜啊 就等我们跟着生蠔王Chris 还有Steven和列Kiki 他来个大手札 找找哪里有最好吃的海鲜 Diana's Seafood 鲜味逼人来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 星期日晚上十点重播 想要感兴趣吗 看华TV 在兔年祝大家招财劲宝 身体健康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公主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兔年里 身体健康 保持全体公认 祝大家福星高教 兔年行大力 恭喜恭喜 生蠔王坐着想着什么呢 就等我们跟着生蠔王Chris 还有Steven和列Kiki 他来个大手札 找找哪里有最好吃的海鲜 Diana's Seafood 鲜味逼人来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 星期日晚上十点重播 舒服了 漫长的冬天 有什么好节目 不如我们一起去滑雪吧 各位观众 我来了 历史新的时刻到了 不是怎么那么顺 由1月31日起 逢星期一二四五 每日Life at Five 活在五点 将会送上 Mountain Louis Moon 东特约之 冬日滑雪乐无穷 记得留意收看 图